被关押了数日的汪朝宗再回到家中之后 却发现自己的妻子萧文书有点不太正常 怎么了温叔 天忆 那个灾星 还是把你给害了 谁害了我了 他们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麻六奶奶说的真准 原来是萧文书认为自己没有听从麻六奶奶的话 这才导致了丈夫的这次牢狱之灾 因此有了心结 神志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萧玉年拖着病体赶了过来 老爷子这次来不仅是为了看望女儿 反而更像是在交代后事 随后突感不适的老爷子 叫来了他的外孙女汪宇涵说了一句 汪宇涵不明所以 老汪却知道老爷子是想见十三亿了 等到十三亿赶到的时候 老爷子已经没有了站起来的力气 只能躺在十三亿的怀中 享受着生命中最后的温柔 对于眼前这个昔日的老相好 萧玉年的心中充满了愧疚 他更是直言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十三亿 当年的萧玉年年少轻狂 认为十三亿非他莫属 他的眼里容不下任何一个 对十三亿好的男人 怎料却因为一次意外的当众赌咒发誓 导致了老爷子终身不能娶十三亿 但十三亿也是非萧玉年不嫁 这才导致了两个相爱的人 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随后萧玉年拿出了一个盒子 交给了十三亿 里面装的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萧玉年剪了十三亿的头发 还记得咱俩认识的那天吗 记得 我不让你剪 你非要剪 那时候 你恨我 烦我吧 是 我特别恨你 特别烦你 你看 你看 这下面 有银票 是留给你的 你人都没有给我 银票有什么用啊 我不要 我不要 亚头 我没了以后 谁来管你啊 我对自己好一点 十三亿知道萧玉年虽然没娶她 但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为她遮风挡雨 自己的名誉方之所以这些年那么顺利 全是靠着萧玉年在背后撑腰 如今这个一直为她遮风挡雨的男人就要离她而去 十三亿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 最终积劳成疾的萧玉年就这样离去了 她是带着二十多年的遗憾和愧疚而去的 只留下十三亿痛苦的哭声 萧玉年的去世让老汪的内心伤痛不已 如果不是老爷子豁出性命去救她 说不定还不至于走得如此匆忙 马德昌趴在地上 哭得比任何人都要伤心 萧玉年的突然离去 没有给马德昌任何解释和缓和的机会 她的痛哭是发自内心的悲痛 一半为萧老爷子 一半为自己 此时此刻 老汪将常预言其的供言撒向岳父的棺材 这也意味着四大总商的历史就此结束 即将迎来的便是三族争雄的局面 而在老岳父的葬礼上 老汪愤恨不已 他对于间接害死自己老岳父的阿克战充满了怨气 所以今天要和他摊牌